第2127集 邵总 这些都是关于一些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的研究记录 每一次的实验结果数据变化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而且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云端服务器上 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对邵庆宁介绍着这里的一切 M教授的脸色有些异样 因为向邵庆宁介绍这些东西的那位教授 是他的二把手 姓胡 邵庆宁这种级别的人物 来这个小实验区着实不容易 本来应该是他上前向邵庆宁介绍这一切的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老东西反倒宣兵夺主了 但是现在邵庆宁在这里他也不好发作 只是向胡教授抛取一个不满的眼神 然后走到邵庆宁的跟前 邵总 我是 实验是弄得不错 邵庆宁似乎是没有看到M教授似的 他一边向里面走 一边说 胡教授 看来你的能力不错 都是大家合作的好 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这么多事情的 胡教授谦虚地说 谦虚了 邵庆宁向里面走着 一行人连忙跟上去 M教授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的 自己这一百五十多斤的体格在邵庆宁的眼里 他难道就是一团空气吗 自己好歹也是拿过各种头衔的博士 在国际上也是很出名的 邵庆宁这样对他视而不见 他肯定有些生气 但是想想邵庆宁的身份 M教授还是把自己的一肚子火气 给咽了下去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眼前的这个人是邵庆宁 他可以无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哪怕是现在邵庆宁无视他 他也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是邵庆宁 一边走 一边听着胡教授介绍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东西 M教授像是小学生似的跟在后面 这里面大部分的成果都是他的 但是听胡教授煞有其事的介绍给邵庆宁 他就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 那感觉就好像是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被别人给剥夺了一般 但是M教授对此事没有一点办法 他只是不明白 邵庆宁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又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终于 实验室里面的大部分的东西 都被邵庆宁给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他这才回过头道 不错 胡教授 实验室 以后有你主管吧 现场 在这瞬间变得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邵庆宁 然后又回过头看看M教授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谁都知道啊 这个实验区 现在是由M教授负责的 胡教授虽然也不错 但他始终是一个二把手罢了 现在邵庆宁当着M教授的面这么说 这是完全没有把M教授给放到眼里啊 而且从邵庆宁的话里的语气里 众人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觉得邵庆宁 这次来 这是为了收回M教授在这里的权利 仅此而已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现在这个实验区域 在M教授的掌管下 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已经有好几个新方向研究了出来 而且还是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了 邵庆宁这个时候夺走M教授的控制权 他是疯了吗 不过啊 高层的意思不是这些小员工们能猜出来的 他们只要跟着领导走就行了 而且聪明的人已经看出来 事情有些不对头了 邵庆宁亲自出手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 他们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这件事情既然能让邵庆宁亲自出手 那足以证明问题有多严重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 M教授现在是一脸的懵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邵庆宁 他几乎要认为自己是听错了 邵庆宁这是在卸磨杀驴 他要把自己的实验室给夺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邵 邵总 你 你说什么 本来正在口若悬河地喷吐着 唾沫星子的胡教授也懵了 他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 所以产生了幻觉 我说 这个实验室 以后由你打理 另外最近智脑提出一个新项目 也是关于基因方面的 都一并交给你打理吧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定能做好这些事情的 邵庆宁微微地一笑 是 是 保证不会让邵总失望 胡教授这一次算是听清楚了 他喜出望外 几乎要从地下跳起来了 想想也是 他一大把年纪了 因为对于生物学上的一些见解 所以被邵氏科技破格录取 而且还担任着不错的职位 不过 在他的上面 始终是被M教授给压着 他一度认为 自己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居然能闲鱼翻身 虽然不明白邵庆营是什么意思 但是邵庆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邵总 为什么 M教授愤怒地质问 他现在已经忘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份了 他辛苦造就的一切 现在因为邵庆营的一句话 而拱手送给了别人 这让他如何不怒 他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是有人在背后捅他的刀子吗 当然 M教授的成绩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M教授 我是有更重要的项目交给你去做 现在跟我来一趟办公室吧 M教授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对自己的才华还是比较认可的 他觉得只要是稍微正常点的人 都不会让他坐冷板凳 邵庆营之所以把实验室交给姓胡的那家伙 那是因为那家伙的能力不如自己 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M教授 你随我来吧 邵庆营说着转身走到了办公室里面 M教授跟随着邵庆营来到了办公室里面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邵庆营 虽然说邵庆营现在是有更重要的项目交给他 但他还不知道这更重要的项目是指的什么项目 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M教授 你来邵氏科技已经有些日子了吧 我是邵氏科技成立变载的 算起来是老人了 虽然邵氏科技成立的时间不长 但是这里的发展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你对邵氏的贡献 我是看在眼里的 首先感谢你对邵氏科技的付出 我在这里代表邵氏集团高层 向你致谢 受不起受不起 邵总 如果不是你给我施展拳脚的机会 我到现在还不过只是一个大学教授罢了 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成果 M教授受宠若惊 他不知道邵氏营这玩的是哪一出 尊重每一位员工 是我们邵氏集团的座有名 M教授 你对邵氏集团的贡献 我们会记着 但是一码归一码 有些事情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 邵总 有什么事情您就说吧 我置无不言 基因研究成立的时候 我们约定过的 这些基因研究 仅限于一些灵长类的动物 但不准对人体做任何实验 这些条例 你还记着吧 当然记着 M教授怦然心跳 但是他表面表现出来的很淡定 出于人道主义 我们有过这样的约定 我还记得呢 可是M教授 我可听说 你私下里和人达成交易 为一些人研究基因武器 邵氏有慢条思理地说 邵总 这是污蔑 这绝对是污蔑 M教授猛地抬起头 他叫道 我是有原则的人 部门创立时 所设下的规定 我都是严格执行的 我的一心都铺在工作上面 我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邵总请一定要明察 这揪住背后捣乱的人 M教授 你觉得如果我无凭无据 会贸然来找你吗 邵氢营叹了一口气 你也是公司的元老 而且手里掌握着重要部门 如果没有飞动你不可的理由 你觉得我会来这儿吗 M教授呆住了 是的 邵氢营的手段 他是知道的 向来雷厉风行 如果不是有真凭实据 他会亲自来这里找他吗 他既然来了 那就有非来不可的理由 而且这件事情 让他亲自出动 这足以证明事情的严重性 M教授 我不想为难任何人 但是你应该要清楚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你可以私下做一些 我不认可的事情 但你千万不要触碰我的底线 邵总 你说的话 我不太明白 我也不太懂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想架空我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罢了 不需要找这么多的借口 哦 你的意思是 你对自己的人格 是相当有信心了 我当然有信心 你可以辞退我 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好歹 我也是为人师表多年 你不可以侮辱我的 M教授愤怒地说 那好 M教授 我不和你争辩 我只会用事实说话 邵清莹转过身 他瞥了一眼M教授 然后摔出了一点资料 这些东西是我的证据 你自己看看吧 M教授的眼皮一跳 他隐约地感觉到不对劲 虽然他表面上是一副 正义凛然的样子 但事实上他做过什么 他自己心里面十分清楚 而且邵清莹的所有数据 都会上传到私人服务器上 这张资料纸 对邵氏来说 就是原始的东西 他把资料打印出来甩过来 这足以证明他有多小心 拿起资料 刚看了几页 M教授的脸色瞬间变白了 利用植物之变 背地里研发一些非法项目 包括人体基因 生命基因这些东西 如果我把这东西交给警方 你觉得你下半辈子 还能从监狱里面出来吗 啪 手中的资料掉在地上 M教授脑门上的冷汗 瞬间流淌下来 他之前所做的事情 一件不差地出现在这资料上 他早应该想到 少庆迎来这里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他所有的罪证 都搜集好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教授 我 我没有用公司的任何资源 M教授还想争辩 是啊 所以 这就是你和一些极端组织合作的原因吗 M教授无言以对了 他这句话 更是把自己坑死了 有些东西 不仅仅是公司命令禁止的 也是违法的 我这 我这也是为了人类的未来 我通过修改人的基因 使人的寿命更长 我这样做有错吗 你所谓的研究 医生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到了 他现在可以通过药物 使人的寿命达到一百五十岁 甚至是更久 而且成本更低 更健康 可是他没有进行全国推广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 他只是一个中医罢了 他不可能做到的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反正事实就是事实 这是无可争辩的 他之所以不推广这些东西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源 还不足以承担得起 试想一下吧 如果人真的长生不老 单凭一个地球 资源够吗 你想过这样的后果吗 你说的没错 但是处于科研 处于贡献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还是可以骄傲地说 我是为了全人类 我所做的没错 冥顽不灵 有些事情 点明了没有意思 M教授 我知道 在公司里面 现在有一股势力 已经形成 少师科技这么大 我难免会有些地方 顾及不过来 但你是公司的元老 少师科技成立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公司了 你却和他们站在一起 这让我很困惑 也很意外 你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少祖 看来 你已经掌握 所有的事情了